第二部分第十章133项 每一个效果如果在其因果关系中显示出自由意志的行为 哪怕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行为 都能够通过这种情况证明一个智能原因的存在 第十七章218项 那些把感情奉献给我们的人 不管我们是不是没见都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第二十三章241项 已经存在的邪恶永远都是邪恶的 而存在的众生或多或少是不完美的 第二十三章250项 如果病人顽固地保守自己的邪恶 病以此为乐谁也治不好这病人 第二十三章252项 道德上的不完善会产生执着的邻的作用 而不吸引他们 最安全的方法离他们远点是通过做善事来吸引善邻 同一项目 善良的邻比不良的邻更有力量 他们的意志足以抵御后者 但是他们只会帮助那些通过改善自己而付出努力的 第二十四章261项 无知永远不会伪装者真知 而恶劣行为永远不会伪装成真善美 艾伦卡德撰写的《灵性之书》 于1861年1月15日在巴黎出版 是组成灵学家编撰的五本书之一 今年为纪念这本书正式出版160周年 我们会通过多种语言来解读书中奥义 通过研学《灵性之书》揭秘灵媒的通灵现象